色狼真的抓不怕吗 台北市有一名女子控诉 她逛药妆店 结果遭到色狼偷拍 后来呢 调用了监视器才发现 这同一名色狼 一个小时之内 连续偷拍了四个人 药妆店内 妙龄女子正在挑选商品 这是身材壮硕的恶狼 突然靠近 左右观看后 拿出手机偷拍 说法熟练 短短不到三秒钟就得手 看了看手机后 竟然恶度靠近 趁对方不被吓 再次偷拍 幸好被害人激紧 发现了不对劲 被害人当下立刻求助 这一问不得了了 一家店内 接二连三的被害人 开始出现 另外一个小姐 她也在柜台 她也听到了 那个小姐她也说 对 她也被偷拍了 后来我们在调阅监视器的时候 才发现 其实当天 她不只是偷拍我们两个 她总共偷拍了四个人 被害人说 她被偷拍的时间 是9月14号晚上8点 台北市这间药妆店 警方当下非常迅速 把人逮捕送办 陈性嫌犯却识口否认 却被监视器戳破 原本以为能将对方绳制以法 但没想到色狼交保后 10月43号 她又在台北市中山区的 药妆店出没 一样是偷拍被逮 看到新闻播出的那一刻 非常心开 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 简直是整个傻眼 我觉得台湾的法律怎么会这样 在等地检署通知我们要出庭 那我觉得这个拖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了 就是在等待的期间 她不但不怕 而且她一直在犯 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我再也不敢走进 那家药妆店一步 我只要靠近 我就觉得很害怕 现在嫌犯两个月内 恶度被逮 被害人站出来指认 就是要提醒民众 随时保持警惕 防偷拍外 更要勇敢 揭发恶行 邓轩孙演讲张兆和 台北报道 而这名偷拍色狼 他不但是抓不怕 他甚至还有良民症 原来他之前是志愿役 退伍军人 但是他现在担任保全 他良民症怎么来的 在连锁药妆店当场被上靠 会议的全新男子 涉嫌偷拍短群女 警方追查 发现33岁的他涉及澎湖 之前曾是志愿役军人 没想到106年退伍后 担任保全 竟然涉嫌偷拍至少四起 我跟店员讲说 我怀疑我刚刚在二楼都被偷拍 10月中在北市民生西路犯案 当场被逮 之前也曾用相同手法连续犯案 男子从保家卫国的职业军人 竟然变成偷拍狼 而且一般来说 担任保全业都需要出示 所谓的良民症 如果有偷拍 妨害秘密前科 可能就无法任职 尤其是保母这种行业 甚至外送员 来证明他们没有形式前科记录的 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他会要求你申请全部其成的 除了保全业 其实继承车和Uber司机 保母 警销 甚至房仲 保险金融业等都会需要良民症 确保应征者没有相关的刑事记录 而这名诚信嫌犯疑似是趁案件审理期间 取得良民症担任保全 因为这份刑事案件证明 会登载刑事判决已确定的资料 但如果是拘役或是案件 还在审理中一颗罚金 缓刑其后就都不会记录 南方有心人可以找漏洞的空窗期取得良民症 因此就算有良民症在手 也不代表真的不会出发或是没有相关记录 东森新闻附加新邻居坊台北市报导 好 来看到这一起枪击案实在太离奇了 因为被开枪的人说 他跟对方无缘无仇 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开枪 园林西罗的这处工地就发生了这么离奇的枪杀案 重担的这个施先生他现在还捣卧在床 但是他说他实在太火大了 必须要向我们投诉 他是在10月14号晚上跟同事 两个人一起去巡视工地 当时他们是要准备把阴架拆掉 结果就碰到了三名陌生男子把他们包围 其中一个人直接拿枪对着他的头开了两枪 当时他就听到了哒哒两声 还好子弹没有急发 所以当时他真的吓傻了 赶快拿出了手机来录影 没有想到却又因此激怒对方 因此开枪打中他的左手之后 三个人就立刻逃逸无踪 施先生说他非常幸运捡回一条命 但是他现在觉得最奇怪的是 当天开枪射杀他的人 竟然在案发后48小时内离奇死亡 你们都回去了我们还来看场 晚上默黑寻工地 施先生拿手机录影苦探 但五分钟过后他竟不幸遇害 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那个小块的布这样包着 最夸张的是他一开始亮出来 是朝我脑袋一开 有开两枪我今天都撒掉了 施先生指控他被人开枪 子弹贯穿左手臂卡在肾脏跟脊椎旁边 还拿不出来 他在家户病房住了七天 幸运捡回一命 施先生指控10月14号晚上他去云林工地巡视 准备要拆除阴架 却被三名男子包围 朝头开了两枪却急发失败 他拿手机录影又激怒对方再度开枪 还拿斧头狂追 他跑向附近住家求救 因为重弹晕了过去 最离奇的是枪手竟然死在 中沙大桥下的公僚 施先生担心这下死无对症了 那一块工地本来就有问题 建商要盖房子的时候 可能跟邻居就已经有不好 可是我在外面都一生清白 我也没有动手打他 我也没有恐怖他 云林警方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 黄信嫌犯疑似因为藏匿期间 压力大失眠睡不着又挨墨并发死亡 但却切的死因还要再查 34岁的施先生就说 自己真的有够倒霉 五年前他从阴架上摔下来 右腿断了花百万开刀修养 今年才刚复工 只是去看个工地 却被开枪射杀 但他说根本没与人结怨 是否枪手遭指使开枪 内幕还得再追查 都是新闻SNG陈永义诚 他有金折胜吴俊祥 在彰化云林的采访报道 好 都被人开枪了 差一点丢了命 真的只能够用 比较倒霉这几个字来形容吗 因为这起案件 其实有非常多的疑点 包括这个失信男子很火大 他说报警根本没用 因为当时他被人开枪的时候 记得吗 他拿出了手机来录影 所以他其实拍到了凶贤 还有这两名共犯的画面 他们长的样子 但是他说 就在他的手机被扣了之后 手机录影档案 竟然就被警方删掉了 那么就连凶贤怎么死的 警方都没有办法 跟他交代清楚 所以失信男子很火大 他认为根本是警方 在包庇办案 所以到了现在 他到底为什么被开枪 还是一头雾水 但是却也死无对证 而今天警方也出面说明了 来听听看这样的说明 是否能够被大家接受 发生口角这栋大楼 一开始传出是建商 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纠纷 博友人传出疑似是地方的口角 认错人才开枪 博士发过后 当地的居民都相当低调 公立门口传出枪响 中场实习男子 当下拿手机录影搜证 明明已经清楚拍下 凶贤还有两名共犯 没想到一些档案却统统不见 失信男子指控 关键性的证据遭到警方删除 就连凶贤逃亡后 怎么死的也交代不清不楚 至于警方报庇办案 这个也有问题 你要扣我的东西 影片没关系啊 那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机 的东西删掉 他的意思是说 不能让外面的人去模仿 这个部分 我们都将被害者的手机的影像 都一并随健 送到地检署来做侦办 警方表示 43岁的黄姓凶贤 罹患肝癌末期 开枪后逃亡30个小时 疑似并发 死在公寮内 经录影画面确认 他就是开枪凶贤 但犯案枪支仍下落不明 触了解 这个黄姓患贤 他是有这个癌末的一个病症 那但是他的死因 我们也是有报警 引领地检署的检察官 来做一个相验 据了解两名银架工人 当天来施工 一名住附近的60岁妇人 来跟他们规劝 事后又跑来了三人围堵 其中包含凶贤和一名共犯 也都是住在附近 开枪后凶贤死亡 关键录影画面也遭到移除 整个事发过程 警方第一时间没对外发布 被害人到底遇到的是谁 怎么被开枪 至今仍然一头雾水 多许SNG小组 金哲生 陈泰佑 在台中创报道 国防部长颜德发到立法院 谈到台湾后备战力动员现况 他表示 只要总统动员令一下的话 大约有45万人 这会是第一时间防卫作战的主力 只是今天在立法院 国民党的立委还是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认为两岸情势 现在都够紧张了 没想到我国陆军 还打算在下个月举办战鼓比赛 难道是想要当太鼓达人吗 台海紧张 但我陆军也要办战鼓比赛 让国民党立委非常不满 那你还有多余的时间去搞社团吗 还办比赛 栏尾骂不停 参谋长很陡 看似非常陡 原来凡是旅群级单位成立队伍 司令部还会补助新台币30万元 更有请海空军务必共襄胜举 栏尾气炸了 因为选上要去打果人还不用 他可以不用参加演训 他可以不用参加超训 他也可以不用战哨 被巡的国防部长颜德发在一旁 脸很严肃 但他强调这是社团活动的一部分 共军犹台席间 陆军的战备演训并未减少 国防部更强调 如果敌军投城 展开双手欢迎 现在他在中线 他说我要投城 我们空军会有一套印杵的程序 所以还是会收吗 应该会吧 投城泡面还提供热水 这好滋味或许能让解放军长长 但面对大陆解放军频频绕台 或后备焦急的状况势必得提升 颜德发也透露 如果总统动员令一下 约45万人将会是第一时间 防卫作战的主力 总统动员令一下 26万人就要来报到 这三类 对 一身立下26万人就报到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军职 18万五 你的汉光远袭没有动到45万 你是说还没有 还没有 我们现在在规划 但也有军事专家提醒 战争本是修罗厂 就把打鼓打到后来 打成火葬场 多云新闻李军 有叫在台北 的确国军现在已经没有时间 来当太鼓达人了 这是因为共军频频扰台 已经连续好多天了 尤其在昨天 罕见的出现了组合型的机型来扰台 那么就在今天清晨 更是首度派出了无人机 当然每一次中共派共机来扰台 都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那么在今天有没有可能是为了 这今年三度美军售台案的通过呢 这是我国的国防部跟外交部证实 已经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通知 将军售台湾三项武器 其中就包括了远程陆弓飞弹 包括了F16新式征兆夹舱 还有远程精准火力的打击系统等等 总金额达到新台币520亿 将可以有效地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朝着目标精准激发 这是由洛克奇德马丁公司 所研发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M142发射器 它有两个发射箱 总共可期待12枚火箭 或两枚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飞弹 最远射程可达300公里 飞弹飞行高度可达50公里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21号证实 美国国务院批准收台三项武器 其中一项就是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另外一项收台武器是135枚 增程型巨外陆弓飞弹 4枚摇侧飞弹 以及12枚空中训练飞弹 第三项军舱案则是6枚 F16新式征兆夹舱 它具备多频谱 全天候高解析度影像观测能力 有效征兆距离超过148公里 号称从新竹南流上空 就能侦测到福建平坦解放军动态 美国公院军售台湾三项武器的总额 高达18.11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520亿 不过这次军售 不包含外媒传出的MQ-9无人机 与暗制鱼叉反舰飞弹 国防部与外交部都已正式接到 美国政府通缉 我想不跟中共做军队竞赛 我们完全依照我们 重择贺阻 防卫固守 我们的战略构想 跟防卫的需求 来提出我们的需求来建制 The activity took place early this month when Chinese diplomats appeared uninvited in an event organized by the Taipei Trade Office in Fiji They started taking pictures of guests were asked to stop and then got into a fight a brawl resulting in one of Taipei Trade Office staff for suffering a head injury 此外针对日前我驻斐纪代表处 举办国境酒会 中国外交人员擅自闯入海打人 美国国务卿也谴责中方作为 蓬佩奥下周将访问印度 斯里兰卡 马尔地夫和印尼 也将再度提及中国构成的疑虑 都是新闻黄信息 杜河廷中辰捷报导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共机频频的扰台 甚至还说到 美国是今年三度的军售台湾 那么很多人觉得说台湾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好像不知不觉重要了起来 也希望不是我们自我感觉了好而已 因为再过两个星期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 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他竟然投书联合报器的世界日报 感觉上是要拉拢台湾 因为他声称如果当选的话 他会深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但是说到了整个美国总统大选 当然还是如火如荼的 在进行拉票催票当中 但是大家也好奇了拜登 现在他的儿子深陷丑闻 这是否能够成为十月惊奇呢 尤其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继续提报 他说拜登的儿子杭特 已经向他的老爸自白讯息了 甚至说他这个来自地狱的笔店里面 有一个14岁小女孩的照片 竟然还是拜登家族的成员 那么另一方面 拜登阵营他也找来了前总统欧巴马 来帮忙站台 不过川普在今天一连呛下了好多条 他第一个是说 找来欧巴马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这是好事啊 因为别忘了四年前 欧巴马也在全力地帮希拉蕊助选 可是希拉蕊后来根本输掉了嘛 甚至谈到了明天早上要登场的辩论会 川普也说这次辩论会要关掉他的麦克风 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主要呢 就是因为主持人一点都不中立 剩下两个星期就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候逊人拜登 22号投书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表示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强国 将与盟友并肩增进在亚太地区 共享的繁荣安全与价值 这其中就包括深化与台湾 这个居领先地位的民主政体 主要经济体以及科技重镇的关系 他也赞扬台湾是开放社会 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闪亮典范 至于民调落后的川普 持续打反中牌 拜登阵营则找来重量级嘉宾 前总统欧巴马站台 但战力超强的川普 当然不忘嘴回去 根据IBDTIPP的民调 拜登在全国支持率仍领先川普 但差距缩小到只增加2.5个百分点 这名作家汤姆卡贝罗仍然看好川普 理由包括宾州 佛州等关键州 民主党登记选民减少 川普在拉丁裔与非裔的秩序度 都比4年前高 以及钢铁穿粉比钢铁败粉还要多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表示 俄罗斯和伊朗分别取得 美国部分选民的登记资讯 可能利用这些资讯散布不实消息 影响美国大选的公众舆论 都是新闻周朝瑞 中晨节报导 好 所以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明天早上要登场的 第三次的辩论会 我们也看到了川普对于这个辩论会 他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不过也选在这个辩论会的前夕 拜登是非常罕见的 直接投书给我们的联合报信 也就是在海外的世界日报 那么在这个世界日报的文章当中 拜登其实他强调了这几点 大家感觉上都跟台湾 有非常大的关系 首先他称赞了 台湾是居于领先地位的民主政权 那么他同时也赞扬了台湾是一个主要的经济体 同时我们也是科技重镇 另外他还提到了这次台湾 在控制疫情上面是一个shining example 也就是一个闪亮的典范 所以拜登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强调的是 他会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上面 第一个深化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当然他这样的说法 可是创下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先例 同时在大选前他主动提到了台湾 拉拢台湾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另外在同一篇的投书当中 拜登他也说他要跟中国合作 同时定调美中台是要用合作取代对抗 美中总统川普口中的中国同路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22号同书联合报信 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 拜登已为我们家庭更繁荣的未来 为题投书 内文中拜登特别提到台湾 拜登说美国将与其他国家 携手合作应对国际挑战 包括深化与台湾关系 也特别从台湾的民主经济和科技上 肯定台湾地位 也赞许台湾控制疫情表现 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特别提到台湾 堪称美国总统候选人先例 拉拢台湾意味浓厚 拜登拼选战也曾痛批中国 汉凯称的发言 都可见拜登不断要削弱 川普对他的亲中批评 提振自己选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投书中用先进的民主政体 称呼台湾 并未用国家相关字眼 也提到要在符合美国利益上 在气候与公位上与中国合作 相较川普拜登对中国较温和 要缓解美中关系 拜登一篇投书定调美中台 用合作取代对抗 却掩饰中共无人机 频频绕台之际 中共无人机在22号上午 入侵台湾西南空域 为了应对解放军威胁 台湾自制的台湾无人机 就希望模仿美军的MQ-9无人机 两者使用同款发动机 MQ-9能制空14到28小时 作战半径1852公里 载重1700公斤 腾云还在测试阶段 性能和任务都还是未知数 再加上随着美军在台海周边 活动越区频繁 解放军就打算派遣无人机 飞进台湾门道 宣示中国大陆对台主权 如今拜登投书直接提到 要深化与台湾关系 无论拜登或川普 谁入主白宫 美中台关系都已不上台面 中心们江云青 我们可以报道 而所谓的美中台关系 怎么可能只是美国说了算呢 就在北京 今天举行了台湾光复 75周年研讨会 大陆政协主席汪洋 亲自主持 两岸关系最近可以说是 非常的紧张 不过汪洋说 反有一线机会 大陆不会放弃和平 然而他话锋一转 随即也强调 只要外国干涉 挑战一周 台海情势 必然地动山摇 大陆政协主席汪洋 22号在北京 主持台湾光复 75周年 学术座谈会 面对两岸关系紧张 汪洋首次代表 大陆中央 向台湾喊话 从历史上看 中国的统一 绝大多数 是依靠武力解决的 这正是轻者痛 仇者快的事情 台湾问题 但凡有一线 和平解决的可能 我们都要付出 百倍的努力 不过话锋一转 汪洋表示 如果外国势力 继续干涉 加上台独挑战 一中原则 两岸行事 必会地动山摇 在这个问题上 做到人质意尽 我们不愿意看到 台海开启战端 但绝不是害怕战争 如果斜阳自重 铤而走险 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么台海行事 必然地动山摇 而参加这个会议的 除了前新党主席 郁慕铭之外 前阵子在海峡论坛上 高喊 我是骄傲的中国人的 阿美族青年 杨品华 也出现在来宾行列 整个研导会呢 大陆方面几乎没有提到 九二共识 完全朝向一个中国而迈进 那么两岸之间 会被擦枪走火 端看两岸的领导人的智慧 以上是东西文 陈诚阳钊 在北京钓鱼台的采访报导 然而现在已经不只是政治上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中共最近利用全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 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从事非法捕鱼 并且还招募渔民组建 所谓的海上民兵 像这样的一个海上民兵 其实他们的船长年收入大约有七十三万 那么看起来好像跟一般的渔民没有两样 但是事实上会把渔船变身成炮艇里面 不但是有军械是有弹药库 甚至还有轻武器 等于是可以打造一个海上的弹药库了 那么主要这些海上民兵 会在公海跟外国所属的水域来行动 以增强中共影响力获取战略利益 而这些想要加入海上民兵的渔民 甚至还必须要接受中共的海军训练 任务编组 同时也包括了整个渔业生产链 尤其又以南海周边最为显著 所以现在这几个国家也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了 而不管是澳洲还是厄瓜多 他们都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个非法远洋捕鱼 这已经是掠夺渔业资源 而且威胁全球 画面中可见大陆渔民相当强势 十几艘渔船将我方包围 甚至恶意冲撞 直到还迅速开枪警告才将渔民驱离 相同状况也发生在越南 一艘庞大的中国渔船突然撞向前方的越南渔船 造成船上十名渔民全部坠海 渔船随即沉没 这些海上恶霸都是中共的海上民兵 一艘艘大陆渔船蜂涌出海 场面看起来十分壮阔 大陆近年在庞大利益驱使下 利用渔船在非法灰色地带从事非法捕鱼 并招募渔民组建海上民兵 目的就是要在公海和外国所属的水域行动 以增强影响力获取战略利益 2013年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 立刻造访海南岛上的海上民兵 可见中共对此的重视 大多数加入海上民兵的成员 几乎都是渔业工作者 这些渔民更直接接受中共海军训练 让无编组也包括整个渔业生产链 尤其以南海周边最为显著 为了吸引更多渔民和船只加入海上民兵船队 中共除了提供修船和燃料补助外 还提供愿意前往南海离岛或是东海钓鱼胎 周边海域长期作业者额外补助 根据数据显示船员的年收最多可达九万人民币 船长更可能上看十七万人民币 远超过一般渔民平均不到一万五千人民币的年收入 就算是共军基层干部的年收也望尘莫及 只不过这些人事之初都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除了重金补贴跟大撒币登舰新式渔船 让木船变铁船 内部设有军械式和弹药库可以储藏清武器 让渔船在短时间内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简易炮体 打造海上弹药库 但已经拥有庞大海军势力的中共 为什么还想在渔民身上动脑筋呢 中共训练海上民兵的首要目标 就是利用灰色地带持续扩大影响力 毕竟从外观来看 中共海上民兵和一般渔民没有显著差别 在亮出武器实施攻击前 根本无从判断真实身份 在这中共民兵几乎都依附在公司航号或工厂之下 对其他国家而言 即便明知海上民兵的存在 也很难直接实施武力行动 以免落人口时让中共予取予愁 大陆渔民正以海上民兵姿态纵横四海 仍然成为中共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外的第三舰队 东三财经新闻成一听中午军综合报导 好 但是说到了任何国家的战略考量 也少不了这些外交斡旋 甚至特务的卧底 来看到美国驻古巴和中国外交官 近年频频传出遭到神秘的升波攻击的消息 现在甚至还传出了 由美国CIA的高层官员 在2019年访问台湾期间 疑似也遭到了升波的暗算攻击 而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虽然CIA的这些小组成员认为说 这些攻击其实应该是俄罗斯主导的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 也成了难解的悬案 美国潮流网站GQ最近报导 2019年秋天 两位中央情报员的高层人员 在访问台湾期间 出现恶心头晕的症状 疑似是遭受到微波武器的暗算攻击 虽然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证实 不过却让人联想到几年前的这个事件 从2017年开始 美国驻古巴及大陆外交官 传出疑似遭到一种声波攻击 出现不适症状 而这种声波类似是像这样 刺耳的嗡嗡声 又像是蟋蟀叫的高频声音 被认为可能就是遭到声波攻击时 会听见的音波 一旦遭受到这种声波攻击 就可能会出现像是头痛 晕眩 失眠甚至失忆的症状 直到2018年 有科学家认为 这种声波可能是微波武器 随着受伤人数不断增加 虽然美国积极调查攻击者 甚至曾经怀疑凶手是大陆 古巴或是俄国 但始终缺乏证据 如今在传出中情局访台 遭到攻击 让这神秘引搏事件 成为至今难解的外交悬案 都是新闻江一清 另外一报道 我们来看到今天 对于很多台湾民众来说 蛮大的一个惊奇 就是拜登竟然投赎 我们的联合报戏 那么从内容来看到 很多人觉得说拜登 第一个他是在阐述 他对于中国问题 他的态度是什么 那么一方面 可能也是在拉拢台湾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最近他真的是深陷 自己儿子杭特的 电邮门丑闻之下呢 尤其最近 这个所谓的电邮门丑闻 一直被川普阵营 视为是十月惊奇 那么也看看 川普跟拜登的最新民调 拜登他被儿子的丑闻拖累 所以的确他的民调 在十月后出现了下滑 那么川普跟拜登 差距越来越小 不过拜登还是在领先的状况 但是也可见 现在已经有三千万的美国人 提前投票的情况之下 或许电邮门对于民主党铁粉的杀伤力 的确不算太大 那么在美国主流媒体 很少报道的情况之下呢 有很多的中间选民 他们有没有被受到影响呢 一起来了解 美国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如火如荼 至今投票所前 依旧可见排队队伍 同时间拜登儿子杭特的电邮门 也正在发酵 如果你们看这个电邮 我告诉你们 这个叫做电邮 特朗普团队穷追猛打 杭特的笔电 爆料至今月一周 根据国会申报最新民调 杭特丑闻成了大选话题 但从全美的最新民调 进入十月后 拜登支持度的确受到 儿子电邮门拖累 在另一边的川普 虽然十月后 民调只跌回升 但幅度很小 甚至比不上自己的民调高峰 可见中间选民对航测电邮门发展 还在观望 纪友派媒体对航测电邮门 也多琢磨报道 朱利安尼与俄罗斯特工的关系密切 因此对许多民主党选民来说 整起事件充满了俄罗斯干预大选的 可疑气息 反观保守派媒体穷对不舍 福斯最新报道 杭特电邮门禁与二零九年底的洗钱案有关 一个别说 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加码爆料 杭特比例内竟有与未成年少女的新丑闻 不过丑闻内容虽然劲爆 却是冷饭重炒 因为杭特私生活荒唐 在美国早就不是新闻 拜登儿子丑闻延烧 但要成为川普胜选的十月惊奇 恐怕人缺纳临门一脚 多新闻黄新席您可以报道 或许就是因为电邮门的杀伤力还不够 因为川普的民调仍然落后 所以现在他又要打出反中牌了 最近川普又出招 就要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 要出访亚洲包括印度等四个国家 其中还有个地方他挑的是马尔地夫 到底为什么这个度假天堂 瞬间就变成了中美印度 这三大国家都急着要拉拢布局 而且插旗的战略国家呢 难道这背后又有不能说的秘密 就在中国大陆爆发新冠疫情的二月 川普硬是带着美兰尼亚急奔印度 要来见小老弟印度总理莫迪 这是川普上任第一次到印度 莫迪给足了美国队长面子 砸了三亿台币 扮了如宝莱乌式的迎兵 十万人高喊 你好川普 接着两人来个拥抱 最后胜利拉手 民众情绪还到最高点 如今随着美国选情倒数 美印结盟抗中的情绪 就要飙到最高点 因为就在下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 印度等亚洲四国 中印问题贸易合作都是聚焦重点 只是选了这么敏感的时刻 来到印度 川普的盘算没这么简单 看看这次出访国当中 相当微妙的安排 那就是在印度洋具有关键战略地位的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援助之下 渐渐的跟大陆跟北京当局越行越近 反而跟新德里当局越行越远 所以新德里当局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自然而然的 并不乐见这样情况的发生 其实印度随时有可能 切断中国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 全都因为这一条4.2亿美元的大桥 让川普急着派蓬佩奥出访 号称全球唯一盖在珊瑚礁上的 中马友谊大桥 这可是习近平一带一路下 想把印度洋变中国洋的胜利之作 号称只要五分钟 可以从人工岛机场到 马尔蒂夫的首都马力 这下还得了 印度洋的老大距离600公里 经营的莫迪起的快跳脚 更让美国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对于美国来讲 他现在可能其实由于他在印度洋上 他可以透过跟英国的合作 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 Diego Garcia这个基地 他之所以去跟马尔蒂夫谈话 某种程度来说 可能是为了要对北京当局 形成一个软围堵的一个态势 就是不希望北京当局 能够借此在马尔蒂夫插起 也就是说 谁有了这颗遗落在印度洋的珍珠 就等于掌控了印度洋门户 因为几乎所有通往印度洋的贸易路线 都要经过马尔蒂夫 美国近期决定要跟马尔蒂夫 签署国防协定 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印度 结盟第三多的美国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 串成一线 看来何为中国的局势 越来越清晰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拼经济 曾经被列为贫困县的 大陆贵州建河县 当年的政府最近大手笔 花了新台币大概三亿多 打造了这一尊全世界最大的 苗族女神像 这资金的运用 当然是引发了各界的批评 但是呢 另一方面 曾经反对地摊经济政策的北京 在这个月又突然间改变心意了 允许大家来摆摊 这让人质疑 可能是跟大陆经济逐渐严峻有关系 树立在山中俯瞰山河城市 散发一股壮观的女神气势 这是位在大陆贵州建河县 高达88公尺的苗族杨阿沙女神像 世界上最大的苗族女神杨阿沙 表象的当事 不仅为建河天真的一项世界纪录 同时也向全世界宣传了杨阿沙文化 不过这座受当地民众敬仰的神像 却引起不少争议 因为建河县曾是贫困县市之一 直到今年三月才退出贫困县的名单 但政府却在2016年11月 开始动工新建养阿沙女神像 雕像材质全是补锈钢制 耗资860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将近3亿8千万元 还有资料显示 当地政府甚至为了整形观光财 赤资12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50亿元 开发杨阿沙温泉小镇和主题乐园 就让人质疑政府不惜用巨资 体验世界第一的优越感 痛批还不如把资金用在扶贫 中国的经济问题还不止这一项 镜头转到北京 一滩接着一滩 明眼不绝的摊位 占满整个街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6月开始 两度鼓吹地摊经济 这个政策当时却被北京当局以地摊经济 不适合北京为由反对 并且严格差处违反摆摊 不过现在北京六个部门突然转向 准使地摊出现 最后专家认为 这说明中国经济现在确实因为疫情 美中贸易战等因素 处在一个相当严峻的情况 才让北京当局政策出现变数 东西新闻江一清另外一报道 iPhone 12明天要开麦 我们今天抢先拿到新机来实测拍照功能 热腾腾的iPhone 12系列新机 抢先第一手实测 当然要从拍照开始 苹果这次完全可以说是触整夜拍而来的 在广角和超广角镜头都一起升级了夜拍模式 光说不烈我们把灯关起来实拍给你看 和i11 Pro比一比多了27%的进光量 广角夜拍几乎完胜 画面清晰明亮也没有噪点 下一关要比拍人像 这次多了一个莱达镜头 所以在夜间人像对焦的时候 会比以前快上六倍 而我们再转过来自拍 其实也有支援夜拍功能 对焦变快了 不怕手一晃就模糊一片 连狗狗毛发都能拍得一清二楚 自拍模式下更明显 脸部光线和轮廓都看不出来是在暗示自拍 前面的那个玻璃 然后延伸到边框到后面的雾面玻璃 它其实是摸起来的质感是好的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害怕跟事物一样有切边 摸起来还是有刺刺感 但这一次完全没有还蛮平滑的 作为苹果首支5G手机速度更不能输 搭载的是业界最强A14仿生晶片 就要跟上5G的超高效能 传传Line啊滑滑社群 它会判断说 我现在呢不是在高用在高速传输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切回4G 那如果你现在是高速在下载可能APP 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 它就自动就帮你切回5G 我觉得这个智慧模式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 不过也被诟病金属边框容易留下指纹和刮伤 而果明敲碗的指纹解锁也没回归 新色甚至被笑根本是垃圾桶和卡车栏 看了又够灭火 苹果新机正反两极 但总归一句有讨论就算有热度吧 动物生产天新闻 我们派与刘子腾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一下日4小时单元来看到 这是在南韩截至今天下午 iPhone 12明天要开麦 我们今天抢先拿到新机来实测拍照功能 热腾腾的iPhone 12系列新机 抢先第一手实测 当然要从拍照开始 苹果这次完全可以说是触者夜拍而来的 在广角和超广角镜头都一起升级了夜拍模式 光说不略我们把灯关起来 实拍给你看 和i11 Pro比一比 多了27%的进光量 广角夜拍几乎完胜 画面清晰明亮也没有噪点 下一关要比拍人像 这次多了一个来打镜头 所以在夜间人像对焦的时候 会比以前快上六倍 而我们再转过来自拍 其实也有支援夜拍功能 对焦变快了 不怕手一晃就模糊一片 连狗狗毛发都能拍得一清二楚 自拍模式下更明显 脸部光线和轮廓都看不出来是在暗示自拍 前面的那个玻璃然后延伸到边框到后面的雾面玻璃 它其实是摸起来的质感是好的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害怕跟四五一样有切边 摸起来还是有刺刺感但这一次完全没有 还蛮平滑的 作为苹果首支5G手机速度更不能输 搭载的是业界最强A14仿生晶片 就要跟上5G的超高效能 传传Line 滑滑社群 它会判断说我现在不是在高用 在高速传输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切回4G 那如果你现在是高速在下载 可能APP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 它就自动就帮你切回5G 我觉得这个智慧模式 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 不过也被诟病 金属边框容易留下指纹和刮伤 而果明敲碗的指纹解锁也没回归 新色甚至被笑 根本是垃圾桶和卡车栏 看了又够灭火 苹果心机正反两极 但总归一句 有讨论就算有热度吧 东森材天新闻 我们陪与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一下24小时单元来看到 这是在南韩 截至今天下午为止 已经累计有27个人 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引发民众极度恐慌 但是当局还是呼吁了 高危险族群要尽快施打 接着来看到柬埔寨 最近遭到了许多的热带风暴的袭击 造成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有绸仪厂的工人划着小船 要把货品运送到最安全的地方 另外在印度的新外疫情 确诊人数突破了770万 印度较重大的节日 九夜节在21号登场 所有参加的人都必须在地上 画好的圈圈里面 维持社交距离 另外是西班牙政府 现在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 禁止移民进入本岛 有很多来自摩洛哥的大批移民 是很无奈地这样坐在海滩上面 晚上也只能够睡在帐篷里面过夜 另外是非洲国家 奈及利亚最近爆发了 反警察的暴力示威 而第一大城竟然传出了 有军队扫射示威者 国际测试组织就指控至少有12名的平民 因此死于呛下 超过最新消息 台北市跨年活动有可能停办吗 之前台北市府表示 如果超过15例确诊 台北跨年就改线上或停办 而如今官传局初步规划 表示台北市如果再出现 一例不明感染源的本土个案 就会朝向实体活动直接取消 这是最新消息 而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同框宣传 这是因为双北成功拿下 2025市撞运的主办资格 来啦 我给你来 你吃饮料来 侯友宜 你妈妈这样吃饮料你是怎么了 仍有三把火 柯文哲的右肩团 被新北市长侯友宜用力地拍下去 前侯友宜还瞄准柯文哲的双肩 抓一抓 松一松 在化妆的柯文哲看到侯友宜盛情难却 一直喊懶懶懶懶 两位市长此刻合体 原来双北击败法国跟澳洲 拿下市众运主办城市资格 2025市众运开幕典礼 站立在台北大计划举行 而非2017年的台北田径场 欢喜好奇那闭幕典礼会在哪 交棒给立正 闭幕市预计会在新北市的 微风运河这边来举办 这里是国际级比赛的专用水道 包括了西式划船 还有竞速蜻蜓都可以在这边办理 开闭幕地点选在双北市 但客户者确定无法以 现任市长资资出席 反而后仪若连任成功 市众运还能成为加分的政绩 如今两位市长 为这未来活动碰在一起 稀守合作 但分隔两地台环状现经营 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都是好朋友都是朋友 那是什么好兄弟 蛤 兄弟吗 朋友啦 兄弟跟朋友差不多啦 喔 兄弟喔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朋友跟兄弟有什么差异性 我不知道啊 应该这样讲 不论是好朋友还是好兄弟喔 我套一句话 你如果说都说兄弟 做都做自己了 侯友宜喔 他一直说要把 他要把那个环状线拿回去经营喔 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都知道你还问我 你说说看嘛 我觉得他只是个 弄一个声量而已 朋友定义有很多种 有些是患难之交 有些是君子之交 也有些是世道交 不知道他们算是哪种交 各位新闻李军王国廷刘教 李立真在台北猜不到 李军王国廷刘教